小朋友,我們今天來上一億之內的數 那一億之內的數呢,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學的就是 複習跟增加我們定位板裡面的位置 定位板各位還記得嗎? 就是用數字在一個什麼東西 在一個位置上面,這個位置有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上面做一個什麼東西? 做一個標記,好,我們先複習一下 先來定位板,定位板最小的一位就是這個 這一點叫什麼呢?小數點 好,小數點呢,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個什麼位呢? 就是定位板最小的整數囉 這叫什麼位?就叫個位 個位完,我們就給他第二位 這叫什麼位?十位 十位完比十還要大,這叫什麼位? 哦,就叫所謂的什麼位?百位 百位完比百還要大,這叫什麼位? 千位 個十百千 那接下來呢,我們之前有學過啊,個十百千是什麼東西? 剛好是一個什麼東西?小組 哦,他就叫個位組啦 老師很喜歡稱他叫個位組 那一組有幾位?一、二、三、四 哦,每四位一組哦,四個小朋友,各十百千 四個小朋友,把手這樣一千啊,他們就叫一整組 哦,這叫個位組 那介紹個位組,我要介紹比個位組還要萬 就是個十百千,比他更大的數叫什麼數呢? 首先呢,我們看了比他更大的數,第一個叫什麼數 哦,他跑到一個新的位子啦 這新的位子呢,我們給他一個什麼東西? 先空著啊,那我們再看,這個叫什麼位?叫萬啊 哦,萬,那我們現在要看 老師用黃色的來寫,讓你有一所區別 那比萬還要大呢,就叫什麼萬呢? 欸,還記得嗎?這邊其實啊,也是一個新的組哦 記得老師說嗎?這邊有四個,一、二、三、四、四個小朋友簽一組 所以萬、二、三、四 理論上這也要有幾個小朋友簽在一起啊 也要有一、二、三、四、四個啊 那萬上面是什麼萬呢?就是所謂的什麼萬? 十萬 那比十萬還要大就是什麼萬?百萬 比百萬還要大就是什麼萬? 哦,千萬 那你會發現呢?萬、十萬、百萬、千萬 剛好也是什麼東西? 也是一組,它叫什麼位啊? 老師稱作它叫什麼位?叫萬位 好,請看,觀察一下 首先第一個,一、二、三、四個位 個、十、百、千是它裡面的位置 接下來換到什麼位?萬位 萬、十萬、百萬、千萬 咦?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老師呢,故意用什麼顏色的粉筆 是白色粉筆,來寫這個 一、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 是不是故意用白色的粉筆,來寫 就是告訴你啊,其實啊,除了個萬 十,這邊就叫十萬 百,這邊就叫什麼萬?百萬 千,這邊就叫什麼萬?千萬 所以呢,一個位置其實包含了本身 十個本身、百個本身、千個本身 例如,原本它叫萬 它包含了十萬、百萬跟什麼萬?千萬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教比萬還要大的囉 還有比萬還要大的嗎?有 那比萬還要大的我們下一次來教